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下一届大选还必须再等一等 还有多一段时间才会到来 然而马华总会长魏佳祥说 马华现在就要开始备战 养精蓄锐 把自己武装得更好 做好万全准备来面对下一届大选 魏总还说 马华要再来一届大选 Sai Lang 就是广东话的那个用词 Sai Lang 别人说Sai Lang是去云顶Sai Lang 但是他说马华要在大选的战场上Sai Lang 不过前提是一定要做好准备 你不能说了Sai Lang 过后面没有人跟上来那就不好 所以目前马华高层已经开会讨论过 第一批他们想要上阵的选区 必须做好相关的规划 那魏佳祥今天是为马华雪州年度代表大会开幕 这是他在致辞的时候对党员的一番鼓励 那另一个场合 魏佳祥在为马华联邦直辖区联委会年度大会主持开幕的时候 则鼓励马青和妇女组必须努力争取青年和女性的支持 尤其是政府落实Undi 18政策之后 满18岁的年轻人都能投票 这对选情的影响很大 所以年轻人是朝野政党必争的选票 魏佳祥举例说 国阵在2021年马六甲的州选赢得了75%一席 那当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证明说选票有逐步回流的迹象 那没有想到一年后的大选 18岁的年轻选民涌现 而国阵上阵的6个国席全部持败仗 这足以证明年轻人选票的影响力 所以魏佳祥就呼吁党员要招募更多有志青年 加入来壮大马华 他说马华的宣传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要善用社交媒体平台吸引这些年轻人 马华要重新崛起的话 就必须培育更多有勇有谋 而且具备论证和问证能力的年轻领导人 而新生代领袖也必须三语监通 才能有效地促进马华和人民之间的沟通交流 另外马华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黄日生 也在大会上恳请魏佳祥争取上阵华人选区的机会 让马华有望重夺丢失16年的江山 虽然团结正义的选区分配的原则是 上届哪个政党赢 这一届就有哪个政党上阵 按照这个胜者守土的原则 那吉隆坡的华人区都是火箭的天下 但是黄日生说 下届大选联邦直辖区的所有华人选区 马华都想上阵 那黄日生说 要是马华想要重塑昔日的光辉 和重建政治上的影响力 就必须从联邦直辖区开始做起 那另外呢 黄日生还提到了教育课题 他说现在的董总啊 好像已经不把承认同考列为优先事项了 他不理解为什么董总主席变了另一个样子 甚至不再以承认同考课题为首要考量 他说马华向来都是在为华教斗争的 可是现在他观察到 如今董总的立场转变了 甚至有点妥协了 那么马华往后是不是就不必再继续争取同考的地位了呢 他也观察到 董总内部似乎立场出现了矛盾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